Hello 大家好 我是Cymbia 今天這條影片是化妝的主題 我會Inspire by 我的兩隻貓貓 會分別做薯餅和糰紙的妝 順便分享最近很喜歡用的化妝品 我們馬上去影片 首先做了這個薯餅Inspire Makeup 之前我在Harvard Christian買了很多Corn 可以試試不同顏色 可以買一對 我選了這個Crosmo Christian的款式 分別是啡色和綠色 啡色是薯餅 這個Olive的顏色是團戰眼睛 其實我雙眼做完這個Laser之後 我是很少再戴Corn 但難得這個品牌很舒服 Makeup Base 我選了Shoo 它可以修飾毛孔 還有一個25的SPF 日常用都可以 其實我很想買Benefit 是否有磚遮毛孔的Base? 我覺得那隻的遮毛孔是做得不錯的 是時候再回購 Crosion超漂亮的 它新的限定包裝 現在就是網站限定就已經有了 我在我IG的廣播專區有加了連結給大家 或者大家上官網都可以找到 連眼影也有個套 超漂亮的 我平常用Dior Forever Cushion 我的色號就是選1N 它是一個比較 NATURAL的顏色 大部分香港女生都適合 一個偏暖色的 暖色 也是會令你膚色均勻得來 又有一點點自然的光澤感 還有它遮瑕也挺高 我覺得 那變成如果你那天想快點搞定底妝 你可以不用擦遮瑕膏 我覺得也是OK的 遮瑕呢 我就用IPSA這個palette 我最近都很喜歡用這些 手指pock 它本身是有跟一個小的素 我就會用來highlight這個 淚溝的位置 以前擦遮瑕膏 不是塗得很貼的眼底 但現在呢 就喜歡保留一個臥蠶 反而呢 塗在這個比較低的位置 令皮類感大大地減低 這支掃呢 我覺得都蠻精準 就是如果你有小瑕疵遮瑕 它可以很細微的位置 我這樣遮瑕得蠻好 我看到很多人現在這些位置 都會畫過三角色 遮瑕膏 令臉膨脹一點 年輕感多一點 沒有那麼顯露 然後就用手指pock 拍花開 我覺得用這些都不錯 這個效果挺貼服的 塗完粉底和遮瑕 我之前就會立刻定妝 但今天呢 想用一個 我最近很喜歡的液體胭脂 就是GA這一款 超級美 它是連質地都很正 我有時定妝才記得塗 它都很smooth地推得開 這三個顏色是我最推薦 我還有試了其他顏色 我最喜歡就是這三個 如果是普通的話 用這個53號 超級美 因為現在做薯餅妝 都是用偏橙色的暖調 我就用這個50.5 它都很美 很baby的peach 顏色 我就會塗一點在手背上 然後就用這類型的粉撲 就可以印上臉 我就會塗在比較高一點的位置 如果是定妝才推的話 用的份量是少一點的 就這樣塗完粉底遮瑕 就直接用的話 不知道為什麼用的份量會多一點 我鼻中間都加一點 然後我就會用這個 Lore Mercier 一個都很受歡迎的 胭脂色號 一個叫Ginger的顏色 還有我現在很喜歡一些比較細一點的胭脂掃 就是Charlotte Tuberi的一個胭脂掃 我就會集中塗在中間位置 因為它是一個再深一點的橙 你看到薯餅 其實這些位置都是有些橙色的紋 所以我也試試做那個漸變 這個時刻我就定妝了 很喜歡的Outglass的定妝粉 它的粉出來的孔孔也是一個H字 繼續用這個胭脂掃 因為其實需要加粉的地方不是太多 剛才中間這裡已經用了Powder的產品 所以其實你不用加太多了 就是比較容易出油的顏頭位加多一點 現在就不理會面子 就剩下眉和眼睛 眉筆呢 我最近就是用這個 在Donkey有些買的 它是有刷 眉粉 還有這邊是眉筆 薯餅是有一個很短小的眉毛 超可愛的 然後把眼色集中在中間 前後我就不搞它了 然後用Heavy Rotation的眉膠 我用的色號是03 眼妝的部分 薯仔的眼睛其實是超級圓的 而且它是有雙眼皮 之前買的 它有送貓咪鐵紙 就是這個牌子 把這些薯餅橙色引起整個眼蓋 雖然這個開架品牌 但是它眼影顯色度也不錯 這個主要是令眼皮的顏色均勻一點 同一個顏色我上了我的顏色位 然後用這個閃閃的Peach的顏色 也是加在眼尾上 偏自然的 不會是太誇張的顏色 然後用啡色眼線膠 再畫內眼線 我眼線不拉長眼尾 因為薯餅眼睛比較圓 然後就是啡色眼線筆 從中間開始畫 強調圓形的眼睛 然後就拿一個比較深的顏色 沿著眼線再畫一次 讓它感覺軟一點 薯餅它還有下眼線的 我就拿這個顏色 比較沒有那麼深色 沿著睫毛外面再畫一次 這個顏色我會強調雙眼皮 雙眼皮的位置也畫一條線 立即雙眼皮好像深了 再做一個顏色 之後夾眼線毛 Tascara 接著又倒上臉 我就做這個遮瑕 Dior生出了這樣的拼盤 可能是一個遮瑕加一個光光 或者是一個顏色 或者是一個顏色加一個光光 都挺方便的 現在我就用了它的遮瑕 我本身臉的比例 因為鼻子是比較長的 所以我現在學會了會塗這個位置 它可以縮短鼻子的比例 旁邊的位置也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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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可以打這個位置 真的很明顯你發了光 你一印了這個highlight 還有鼻頭 這個打鼻影的方法 鼻子好像史歷奇一樣 伸了出來 眼周這個位置 都可以加一點 下巴都一點 這個CAMMAK的臉蠶眼影 其實都是一個遮瑕溝的神器 它本身有一個海綿刷和鼻子 但是我用自己的鼻子 用任何比較短和密的鼻子 就點這個光一點的顏色 你如果覺得 那個臉蠶好像出來了 可以加一點這個位置 因為它是粉狀的 所以你最後加 它都會設定得很好 唇瘡 其實剛才Amani的cheat color 都可以用在嘴上 這個41號它比較深色一點 我覺得用在臉上 是沒有推得那麼均勻 所以我用來做嘴 41號是一個暖調的紅色 我做了上手背後 再用手指印 就想做一個淡淡的淺淺的顏色 就當作是一個很自然的打底 然後這個326號色 Minafurfa的唇膏 它有個好處就是它的頭是這樣的 它是尖尖的 有一邊 現在我看到有人畫的嘴唇 唇膏 是會在上面這樣 延伸了一點 下面也是 然後如果你想有個 合上嘴也是在笑的 可以加一點旁邊 然後你可以用唇筆 或者手指 推開它會自然一點 然後就可以畫中間的位置 這三個型剛剛好可以畫 這個位置 最後呢 我會加一個 任何的唇油透明的Lip Bross 我手頭上剛剛有 S.Roder這個 其實是一個 褲唇油 就這樣就完成了 可以做到一個 又漸變的 就這樣就完成了 薯餅的妝容了 大家覺得像不像嗎 褲餅很少可以進來房間 所以它很震驚 接著到屯子妝容了 先卸妝 剛才卸妝呢 不小心眼睛都紅了 戴上桿已經成功了一半 之前我不是說 在Olivia買的Julie 刮刀 我覺得其實也是有用的 就是它會快一點 鋪平粉底起你的臉 但是你說是不是必須呢 我又覺得不是 這次我就用Suku這個粉底 我用的色號是110 它也是比較自然的色號 也是很適合亞洲人的顏色 而且它的質地也是延展性很高 我就用刮刀 在上面這樣 好像拿牛油一樣 可以左右這樣鋪在臉上 然後又用粉撲 你看到這個粉底是 蠻有光澤感的 也是很保濕 你的手背還有些份量 剛才鼻子的部分 是沒有粉底上去的 所以你可以再補一下 而且它的遮瑕其實是很厲害 整個臉是同一個顏色 你塗完這個粉底之後已經 遮瑕那些跟剛才也是一樣的 這次我們可以先定妝 用同一個品牌 都是Suku的定妝粉 而且它是這些妝妝的面子 所以你不用特意倒出來 可以直接印它也可以 其實糰子是沒有特別的眉毛 所以我就照樣畫自己的眉毛 就照樣用這個 我剛才眼影的牌子 CLEO 它的筆頭是斜斜的 我覺得也挺好用 很容易滑 它另一邊就是刷 眉毛我會用Core and Jo 它們已經撤出了香港了 在香港就不會再買到 很傷心 這個03號色其實比我想像中深色 如果髮色比較深的才會適合 眼影方面我會用一個比較淡的顏色 就是KATE的BE1這個顏色 先幫眼皮做一個打底線 下眼和中間的位置就用這個淡色一點 簡單打底就可以做眼線 刮好內眼線 然後我們要學糰子拉長眼線 然後加上雙眼線 然後我們就像剛才那樣 用啡色令它更自然 糰子是女生 所以加一些閃閃的元素 我就用這個 CLEDIPOR的單色眼影 它有一個很深的啡色 但有一點點閃閃的 你真實看 糰子雖然跟薯餅越來越像 雙眼越來越圓 但是我會畫長一點的眼影 還有會畫它的眼頭位 好看 原來中間這些位置 都是比較白一點 所以我都會加一個 又是閃的眼影 在這裡中間 就用了這個Dior的單色眼影 它色號是006 Pearl Star 好漂亮啊 好閃的 我都給了一個尖的掃 所以你用來做一些仔細的位置 都很方便 而且它一塗下去 你一反光就看到 已經很閃了 我在眼中間也加了一點 好可愛喔 它的眼尾這個位置也有白色 所以我先跟著 再加一個淺淺的臥殘位 接著就可以做睫毛 這次我用CLEANIC這支Mascara 就搞定眼妝的部份 然後我們就做腌脂了 腌脂方面 是集中放在中間的 我就用這個SUKU的粉橙色做了打底 因為兩隻貓貓都是暖色系的 所以兩個妝都是不同的 做了一個橙色的底 然後我就用這一盒 它這裡有一個粉橙色 超級漂亮的 然後再加一點 然後旁邊這個淺粉色 就掃在這些位置 豚脂的鼻影是沒有什麼的 淺淺的鼻影 又是用剛才那一盒 不知道為什麼豚脂這個妝 很有動物的感覺 哈哈 那也是加一個highlight 到嘴的部份 我就用這個Main For Ever的唇線 筆128號 我會填滿整個嘴唇 很漂亮喔 這個顏色是一個蜜桃的偏啡的顏色 它是一個mat的finish 那我再加上一個mat的唇膏 就是214號 也是照剛才那樣 加一點在唇衫中間 唇妝就完成了 特地搭配糰子 穿了黑色、啡色的衣服 大家又覺得有沒有糰煮的感覺呢? 不知大家覺得這兩個妝容怎麼樣呢? 大家又喜歡哪個妝多一點呢? 其實平日外外化妝 可能很少的胭脂會塗到那麼顯色 那大家塗淺色一點 其實做一個日常的妝 或者一個秋冬的妝 都不錯的 我覺得這個綠色的妝 比我想像中意Carry 還有一點秋冬的感覺 都很久沒拍過妝片 如果大家也有興趣 或者想看的話 或者想我試其他任何的產品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謝謝大家收看這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今天請問中文字幕 請客 請客